一陣巨響 女子拿起黑色垃圾桶就往別人家裡面丟 而且還不止一次 每次經過不管垃圾桶裡面有沒有裝垃圾 女子KEE POO POO就是要把桶子丟到人家家門口 前後總共丟了五次 這個丟垃圾桶的人其實是隔壁田地的地主 問她說為什麼把我垃圾丟進來 她說因為那是她的地 那一塊是台塘的 然後基本上台塘是因為跟我們方便 所以讓我們放 謝小姐受不了好好的把垃圾桶綁在住家門口旁的電線桿 一直被送回來 她說三年前她在雲林買房住家旁空地 藍色區塊是原屋主哥哥的地 紅色區塊是台塘地 垃圾桶都是擺在台塘的地 但原屋主的哥哥布滿垃圾會飄到他們的地 雙方發生口角 地主就跑到謝家丟了五次垃圾 還鬧到村長來協調 自家瞭解原屋主和地主兄弟感情不好 以往就有過糾紛 謝小姐接手這間房子後 沒想到恩怨跑到她的身上 雲林縣環保局表示地主拋丟的是謝小姐家的垃圾 也不違反廢青法 雙方互不相讓各說各話 糾紛無法落幕 TV新聞商從命雲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進行 呼籤 請選擇